湖南卫视连续两天的周深新舞台 真的是令人难忘 小编这两天也是一直在循环播放这些歌曲 尤其是光之意 关于817晚会和818晚会的一些数据 小编也播报过了 周深是拿下了817晚会收视最高峰 而在818晚会中 也是引领了前半段的小高峰 另外截止到昨天 关于818全球汽车业 和湖南卫视818晚会的 全网信息总量已经超过了200多网天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个热词分别在818淡天 11点和22点达到了信息高峰 也就是晚会前和晚会后的时段 而网友们讨论最多的表演嘉宾就是周深 再加上周深还发布了 夏日有情天和生活总干营的光亮 感受歌曲 可以说周深这两天真的是非常火了 周深只要出来唱歌 就不可能没有热度 就拿歌曲生活总干营的光亮来说吧 17号歌曲发布 一经发布就火热登上游泥音乐榜 目前歌曲生活总干营的光亮 已经在QQ音乐人气榜和游泥音乐榜上 同时拿下第二名 小编觉得歌曲生活总干营的光亮 很有冠军气质 不知道是否能够成为周深的第9首冠军曲目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外 周深参演的夏日有情天 今天就要上映了 这部电影的口碑 目前来看还算可以 想听影院版夏日有情天的朋友 可以去支持一下 视频的最后 小编被一个热搜所吸引 那就是我们的歌逆要嘉宾 关于我们的歌第三季 小编很早就看到了开路的消息 不过因为周深已经参加过两季了 小编理所当然的就觉得周深不会再参加了 所以没有对我们的歌第三季有太多关注 但没想到的是 现如今热词 我们的歌逆要嘉宾已经成为热搜 可见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小编不用打开也知道 里面肯定有周深 没错 周深果然出现在了我们的歌逆要嘉宾当中 这里小编还是要强调一下 这是逆要嘉宾 不是正式铃铛 这也让小编产生了一个疑问 李克勤在参加中国好声音 肯定录不了我们的歌第三季 那么如果让大家猜想一下 你是否希望周深继续加盟 我们的歌第三季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剧场更新